其实我个人认为呢 其实这次民众对普京的不满呢 其实是一种情绪的一种宣泄 为什么这样讲呢 是因为我们必须从08年梅德维杰夫当总统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时候呢 俄罗斯就准备平静的来发展经济 但是那个非常可惜 那时发生了格鲁加战争 使得呢 俄罗斯对格鲁加动武 但是呢 由于小梅的运作呢 使得俄美关系进一步的重新的好转 这是08年的一个现象 但是12年的时候呢 普京再次想回归他的内政 但是呢 非常可惜的就是乌克兰问题的发生 使得的克里米亚等等问题呢 使得俄罗斯再次展现了他的一种战略的企图心 那么这样的呢 使得尽管大家啊 就俄罗斯民众非常理解普京的这种作为 但是呢 在这个六年期间确实俄罗斯的经济没有任何的好转 民众其实尽管有70%多的民众是支持普京的 但是确实生活没有太大的改善 我想呢 这个是民众不满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不满的原因就是说 因为在12年的时候 我们如果记得的话 12年普京刚当政的时候 其实又有一波老百姓上街头不满 其实那个时候主要是说怕普京把一些原来的官僚 再一次带入他的内阁当中 因为他12年只是在回炉 因为如果2000年到2008年的旧官僚再次回炉的话 将会对俄罗斯一些年轻的中生代产生非常大的威胁 那时候呢 其实很多的民众呢 不满的民众是由于这种中生代来组织的 这一次我认为不满呢 其实是对普京的一个警示 也就是说第一个 你要关心民众的生活 第二个呢 其实也是警示普京 就是说他未来如果再想连任的可能性是没有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刚才我自己的一观点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现在俄罗斯他很多的中生代已经在起来了 我们所指的就是官僚的二代以及一些寡头的二代 已经成长为大约30到45岁之间 那么这一代人呢 几乎可以独立来承担未来的俄罗斯的一些战略企图心 以及他的经济建设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2024以后呢 我个人倒认为 其实是梅德维杰夫和普京一起下 那么其实由另外的中生代来请选择 因为如果2024他不下的话 我个人认为他反倒危机性非常的大 因为